当地时间16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伊丽莎白·博尔内 为新一届政府总理 当天早些时候 卡斯泰向马克龙递交了总理辞呈 16号晚 博尔内在总理府与卡斯泰举行了交接仪式 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负责组建政府 她也成为近30年来第二位法国女总理 根据总统府公报 卡斯泰及原政府全体成员 将工作到新政府组成为止 博尔内现年61岁 2017年加入马克龙所在的共和国前进党 此后担任法国生态转型和团结部长 劳工与社会事务部长 博尔内上任后将帮助马克龙 推动养老制度改革 其中包括争议最大的延长退休年龄